这个让韩兵先讲一下吧 我们来关心几个国家 可能都不是这个超级大国 但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个是巴基斯坦 然后另外跟阿富汗 尼日 蒙古 还有这个中亚国家 这个塔吉克 好 我们先让韩兵讲一下 这个巴基斯坦一直在跟这个中国大陆 跟巴铁 在跟中国大陆这个买武器 不意外 那他已经买了36架 兼10CE 已经买了20架 还要再买14架 未来目标凑成50架 要干嘛 然后另外一头 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也连续5天爆发了武力冲突 然后把地图调出来 大家会比较有一个概念 巴基斯坦 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的好朋友 铁杆盟友 叫巴铁 对不对 旁边有个印度 旁边有个阿富汗 有没有 有种联手的概念 然后印度最近又拿下了伊朗的一个港 所以这个态势看起来 巴基斯坦好像有点这个父辈受敌 那最近我们看到 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又打起来 这两个也都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邻国 韩兵怎么看 在这边复杂的情势 巴基斯坦当然一直以来 他跟他周边的这些国家 包括伊朗 包括阿富汗 包括印度 都有一些纠纷存在 像他今年初的时候 才跟伊朗互相攻击 那个在彼此境内的恐怖组织 这也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现在这个东西开始开起来 比较平息 那他跟阿富汗之间的纠纷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阿富汗其实武力并没有很强 他就是一种骚扰性的一些 大概双方之间的一种冲突 那他要买这个歼10C 绝对跟阿富汗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阿富汗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因为阿富汗基本上没什么空军 所以我觉得他主要是要 增强自己的空中实力 因为他最大的敌人还是印度 那印度是一直不断的在跟欧洲 在跟其他国家在买武器 那当然印度除了把巴基斯坦 列为假想敌之外 他真正最大的假想敌是中国大陆 那可是巴基斯坦 因为过去也曾经跟他发生过战争 而且双方一直有领土上纠纷 所以也是死敌嘛 所以他一定要不断的增强 所以巴基斯坦就是印度 你买飞机我也会买飞机 你买潜舰我也会买潜舰 大家就是互别苗头 那对巴基斯坦来说他 他不能单纯只是倚靠 中国大陆给他的资源 他还是会不断的 在增强自己的实力 所以像骁龙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骁龙飞机 实际上就是直接是 为巴基斯坦量身打造 中国大陆自己都没买 他设计然后都是巴基斯坦在生产 那本来想要外销到阿根廷去 但阿根廷后来产生一些局势上的变化 所以没有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情况 应该还是不变 因为巴基斯坦其实过去是 有美国的F-16 那可是呢 美国有限定他的使用范围 就是不准他在某一些情况下使用 所以之前 几年前曾经发生过 巴基斯坦跟印度企业冲突的时候 那时候有印度的飞机被击落 他们就怀疑那个巴基斯坦是用F-16出来干掉 就巴基斯坦从头否认到尾 就是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出过F-16 所以这些都是国际上一些局面 那巴基斯坦也因为美国给他重重限制 而且美国 美国最喜欢的一套就是 我弄一弄弄一弄 我看你不爽 或是我跟其他国家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就直接就拒绝运输 或是不给你零组件 或是不帮你保养维修 所以这个制裁对巴基斯坦来讲很麻烦 所以他这几年大概 大部分的武器来源大概就是中国大陆 那未来大概这种情况也是不变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县市 我认为阿富汗的跟巴基斯坦的问题 真的不是个大问题 我想这种冲突大概过一阵子之后 慢慢就会缓解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反而是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局势 比如说尼日这个问题 因为尼日是美军一走 俄罗斯马上就来 对 是 还没走就来了 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很头痛的问题 也被认为美国在这里是彻底输了 对 美国基本上等于是被赶走 讲实在话 那个尼日领导人最近接受访问 是啊 完全不演了 大骂美国 他就直接就是要把美国人赶走 那美国其实你想想看 美国会被一个小国直接这样赶走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美国的实力真的是大不如前 如果美国还是过去一样拥有载智力的话 他可能被随便一个小国家把他踢出去吗 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美国的势力正在衰减中 那美国是一直想要维持 他过去这个世界霸主的形象 可是恐怕越来越被人家看破手脚 对 当然一方面你看到了小国的悲哀 然后过去他是法国殖民地 法国来了又走 现在美国来了又走 他又引进俄罗斯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小国悲哀 但你也可以看到小国 也可以有小国的主张 对不对 比方说他最近 他这个尼日总统的这篇 这个访问稿 大家记得去看一下 里面信息含量其大无比 然后我让丽将军讲一下中蒙军演 中蒙军演就史上第一次 这个蒙古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大家之前也知道 所以你看到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北京也好 解放军也好 极其高调 这个我每天几乎都是 在他们的官媒上 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个片子 那当然画面非常好看 这个在大蒙的那个广大的 那个戈壁沙漠上 黄土这个漫漫 你就看到 当然5月6号 他这个出动了首批参议员的部队 然后5月9号第三批的也已经抵达 5月12号有个开幕式 5月17号有这个实弹的核链 然后19号又有所有的这个过程等等 每天几乎都一篇 有配音乐的啦 然后有这个直升机 有空中这个无人机拍的啦 有主观镜头啊 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大 你怎么看待这是北京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 蛮罕见的一种高调宣传 第一个我特别要讲 其实蒙古来讲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他北边有俄罗斯 南边是中国嘛 你说他军演 谁也别想打他主意 要对付谁 对不对 不可能对中国 也不可能对俄罗斯 那他的军队要对付谁 其实他完全没有 他主要是自己内部的治安为主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向中国示好 所以说我们用军演的方式 来跟中国示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西伯利亚2号 那个书系管道 可以从他国家经过 原来中国对这个一直有忌讳 说我会不会从这边经过以后 然后将来的话 你卡我脖子 你在这边对不动对我断气 那蒙古来讲的话 他现在来讲也看到 旁边的哈萨克 光一个天然气管道 从那边经过 每年可以收10亿的这种人民币 哈萨克又涨价嘛 他又涨价 所以说他也要 我觉得经济还是一个 国家发展的一种王道 这是绝对错不了的 所以他就跟中国来讲说 我对你没有威胁 我对你示好 我欢迎你跟我一起联合军演 所以对北京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支部队进去 你看看他只是一个营级部队 他就让蒙古看到说 我的战力有多强 其实我们不能说是 他对蒙古秀肌肉 但是也可以利用这机会 你这样要我去 我一定让你看到 我堂堂正正的军 军容壮大的一个军队 大家看中间那个画面 这真的是很有电影感 有没有 这个在黄土烟尘当中大场面 等于他让蒙古看到说 什么叫做就是战力 那其中我看到有一段 这影片我有看 我看到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军人看的就是看细节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 标准的作战动作 比如说是他的在火炮的设计来讲的话 他下的那种设计口令 对不对 正前方300 敌装甲部队 然后一发射击 你知道这代表多少 第一个就是高速炮手说 正前方你咬到正前方300 你角度要调多少 然后敌人的装甲车 我装的是破甲弹 然后发射 所以他没有一句废话 你看那种设计口令 代表着他会播出这种 这种影片出来 其实就是让蒙古的军人看到说 我们部队训练是非常有素的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我就可以利用我装甲车 摧毁敌人的所有目标 我训练是非常有这个 训练有素的 那反观我觉得我们上次 我们国军 我看这个设计口令 我们上次新兵捷训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班长 下他设计口令都完全不标准 你跟解放军来讲的话 真的是不能比 什么敌人 发现敌人质押设计 什么乱七八糟的 根本连设计口令都不会下 班长连设计口令都不会下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那种设计口令 我就觉得说是 我们两岸之间的军人训练 素质 其实真的是有一大截的差异 那蒙古这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看到中国的实力 在这种状况之下 可能会不会说是 对他来讲有一些改观 不管是经济上面 或军事实力上面的对比 或者是他地理上面 他本来就夹杂于 这个两个国家之间 如果说是中国 蒙古俄罗斯三个国家 可以说大家去 进去 进世前嫌来讲的话 可以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 对 西伯利亚二号管道从那边过去 他不但有过路费可以收 他可以从中 对不对 获得这种能源 俄罗斯的能源 他可以获得到 他将来跟中国相处好以后 他可以利用中国的这种港口 对不对 这个陆运来讲的话 他的稀土或干嘛 当然这个好处方方面面 一定不止这些 所以我们看到从中方的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弃的 高调的这个公布 高调的这个画面的 这个简介来看 应该是比想象中的 要顺利很多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就会变成了